I need a wo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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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帶你吃完傳統的豆腐 現在來帶你吃一個有創意的 而且是更刺激味覺的臭豆腐 這個好特別 彩色的 是不是 而且這個 告訴你 它三個顏色都有不一樣的口味 最黑的這個呢 它是竹炭口味的 中間這個就是黑豆 紅色的是最健康的紅麴口味 那我們趕快來吃看看吧 它連中間也是黑黑的 其實我剛剛就在想 它會不會中間是白色的 只有外皮是黑的這樣子 它的外皮好脆脆喔 是不是有衝擊到你的胃 竹炭現在是一個很健康的一種 現在食物的食材 很多東西都會加進竹炭裡面 一起做不管是拌炒 還是包在餃子的內餡裡面 都會有了 那現在來吃吃看這個 黑豆的臭豆腐 剛剛我們有吃過炸的黑豆腐 對我們剛剛是吃炸的那種 這個是黑的臭豆 黑臭豆腐 那這個的話呢 它的風味又不太一樣 因為它是有經過發酵的 它的風味會比較鮮明一點點 剛剛在炸那個黑臭豆腐的時候 有那個他們有沾外面酥酥的那個皮 還有胡椒粉 這個呢就是整顆豆腐去炸 那現在我們吃吃看這個 紅麴 最健康的紅麴豆腐 我覺得它是這三個臭豆腐裡面最鬆軟 它裡面的空間好像比較多 就是空氣的部分 所以說它吸收的那個蒜蓉的醬汁 比較入味 也吸收的比較多 特別的入味 裡面的水面也特別多 咬起來非常的juicy 這個也是厲害的 番茄醬嗎 這是什麼醬 這個是糖醋醬 糖醋臭豆腐 但是它吃起來沒有像這個這麼臭耶 它的臭味比較不會 像剛剛這個三色的臭豆腐這麼重 它加了這個糖醋醬也好 那個味道完全不會跟它原本的臭味 就去搶到味道 搭配得非常的match 這個也太像豬血了吧 它也是臭豆腐 你光這樣子看這樣 你們會想說 它是不是麻辣臭豆腐 或是小火鍋 或是蟬望之類的 以上的都不是 它是藥膳臭豆腐 這個藥膳我跟你說 排骨味不重 藥味比較重 湯的味 我覺得它的豆腐也是一樣 它裡面吸滿了就是 它這個藥膳湯的味道 可是咬下去的時候 裡面有點像爆漿的感覺 海綿的感覺 咬下去的時候那個湯都會這樣子 幻想自己在吃海綿 在嘴巴裡面溢出來 然後那個香味就這樣吃 充滿了你的嘴巴 跟你的口感很嗆 喜歡藥味比較重的人 會比較喜歡這個 它的這個藥膳湯 裡面有一個枸杞的味道 可是它又不會讓你覺得說 好像在喝苦湯 糖藥這樣子 它就是非常溫溫順的一個口感 在你的嘴巴裡面 然後枸杞的味道 一直不斷的飄出來 而且湯很輕 不會很多炸 很好喝 這創意臭豆腐不僅夠臭 而且也很夠味 但最讚的是 他們每一道竟然只要五十塊 這樣的價錢根本在台北找不到啊 真的 所以下次如果你也來苗栗 一定要來這邊吃豆腐 吃好吃滿開心圓滿喔